南樓縣新一鄉地利國小位屬偏向地區 物資也相當的缺乏 而來自張花縣的劉先生 因為對著地利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因此於日前在地利國小免費提供蜘蛛餐 給學生享用 因為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來過地利國小做文化服務隊 所以我對這裡有一份很特殊的情感 第一個就是說為了我的小孩植福田 第二個就鼓勵山上的小孩要努力讀書 第三個就是發揮社會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幼無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 地利國小校長鄭嘉森表示 感謝劉先生對於學校的付出 希望藉此能勉勵孩童向上學習 感謝一方居的劉先生長期關心地利國小的小朋友 不僅給小朋友進步的獎金獎學金 而且每年定期都會到地利國小來辦理這個餐會 希望孩子有好的表現 再加上劉先生給學校給孩子一個餐點的鼓勵 一個好的循環 讓學生的表現越來越好 地利國小學生感謝劉先生的付出 學生也表示以後會向上努力學習 有機會的話可以回饋立方 今天要感謝劉叔叔 他每年都會來那個啊辦自助餐 然後東西都好吃 我吃完以後會樂著讀書 我以後會回來幫助他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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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新議員曾遭遇感謝劉先生的付出 不但解決偏向物資缺乏的問題 藉此也勉勵學生向上 努力學習用功讀書 在這裡要特別來感謝到我們老當事長 對到我們地利國小學所有的小朋友的愛心 因為他對我們地利這個地区有親親的感情 所以他主要優勝後 就是說要來改善我們這些小朋友 他們對偏向和社區的路差 所以我今天來特別來請到我們這些小朋友 已經連續三年來吃到煮早餐 我相信我們這些小朋友感受到後 一定可以引發人向上發展的一個機力心 希望說他們有一天 事件優勝好法達出後 對社會可以讓老當事長一樣 來奉獻社會 地利國小位屬偏鄉地區 而劉先生的精神值得贊取 先議員陳遭遇感謝劉先生對地利國小的用心 也期許受惠的學生們未來可以回饋社會 記者求便宜新一採訪報導